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年当中美国或者西方商家最看重以及最繁忙的日子 由于这是感恩节之后开业的第一天 那么再加上人们就是西方人通常会从这一天开始进行圣诞节的大量采购 导致许多商家都有盈利进账 那么传统上这些商家会用不同的颜色的笔来进行记账 红色呢 则表示亏钱 则表示赤字 那么黑色呢 则表示有盈利 有钱赚 所以账布的黑字呢 其实是好事来的 那么星期五呢 商家就希望说他们的账布能够从红转成黑 而营收呢 也能够从负转成正 自己商店的员工呢 则以黑色星期五来自嘲说 这一天是忙死了 因为很多人都钱来购物 所以其实黑色星期五说了它这么多的典故 它跟今天的各报头条有什么关系呢 欸 抱歉 真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的一些小知识 如果真的要硬硬的把它扯上一点关系的话 或许这个黑色呢 是反映过去一个星期来 我们被不少消极啊 负面的新闻给笼罩着 少了积极以及正能量的新闻 今天各报的封面头条 同样的还是各自发挥 从政治 社会 教育 还有卫生 以及国际关系都有方方面面 而今天的解读的五份英文报跟马来报 其实比平时多一份哦 还不包括今天的财经日报 Financial Daily 还有财经周刊 Focus Malaysia 那么今天黑色星期五的关键词呢 是一个字 查 检查的查 为何是查呢 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检查 重新审视原本 习以为常 认为无所谓的事情 认为达布的这个事情 可能这些达布 这些无所谓的事情 在过程当中呢 出现了一些我们忽略的变化 需要重新查出来 才能够改进 以及纠正它 Sina Harian 的封面头条是 Saya Bermuda PKR Bergola 把公庆团动荡内乱 又乱了 这一次 还是公庆团 之前呢 这一班的年轻人呢 为了公庆团 大会应该要请谁来开幕 Azmin 的派系说 当然要请Azmin 啊 因为他是老二 是熟理主席 这是传统 那么Rafizzi 的派系呢 则说 我们这一次邀请One Aziza 因为他是蓝眼在政府里面 官阶最高 他是副手下 那么大家针对这个东西来争吵 喋喋不休 如今Rafizzi 派系的公庆团 团长Akma呢 他现在开除 两名公庆团大会的议长 还有副议长的党职 理由是 你们超龄的 你们应该要下身 因为党章规定公庆团的团员 必须是35岁以下 那么如今 两人被开除党职啊 之后呢 他们现在还是普通党员 不过 这两人呢 则认为说 政府议长的年龄 其实不受到35岁的这个限制的 那么现在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追根究底呢 这是内斗的恶果 这会一直斗下去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缓和 或者是和解的迹象 Britaharian 他说 Jawibole di Aja di Sekolachina dan Tamil 华小可以交枣鱼文 民政党主席刘华在之前呢 就针对教育部推荐的这个枣鱼文 而入禀并城高庭 那么要求撤销枣鱼文 这个单元列入 教育部华小课本的这个申请 不过呢 法庭昨天就驳回他的申请 法官认为说 落实早鱼文呢 其实是没有违反联邦宪法 同时也没有违反国语法令 早鱼文呢 是马来文的一部分 法庭无权干预政府的政策 言下之意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还是会继续进行 那么刘华才则说 民政党呢 将会利用接下来30天的时间 去考虑去叮叮咚咚一下 到底是不是需要上诉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确的答案 今天派报人派了多一份报纸 这份报纸是全马销量最高的马来报 是Haria Metro 那么既然他来了 好吧 那我就多聊一份 Haria Metro的新闻 因为Haria Metro它主打的新闻呢 是社会新闻以及民生议题 中文报呢 则把它翻译成 城市日报Haria Metro 那么今天它的头条呢 是独家新闻 关注Cyber Jaya 塞城某个区内出现大量中国人的现象 标题呢 是相当爽动的 它说 中国人控制Neo Cyber 沦为迷你北京殖民地 哇 是不是很吓人呢 它的报导就说 Neo Cyber有数千名中国人聚集在那边 他们在当地开设中国商店 超市 餐馆等等 同时呢 他们也愿意出 比市价高出八倍的租金 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当地居住 那么他们除了住之外呢 也在当地工作还有活动 Haria Metro 对这个课题特别有兴趣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移民局 在上个星期三 在当地展开了取缔行动 逮捕了680名中国男女 倒破我国史上最大的网络欺骗 诈骗集团 而干案和受害者呢 都是中国人 这个我们之前在主编点新闻的时候 有提过的 那么英文报 The Star 它把封面呢 一分为二 两个头条 一个呢 是独家新闻 另外一个呢 则是官方的卫生部新闻 它的封面大头条呢 是A Change HIV Landscape HIV病毒感染的转变 那么过去呢 这个病毒的传播呢 是通过毒品 那么如今 已经逐渐变成了性关系 那么这些性关系 性行为成为 传播的主要原因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去年HIV感染的病例当中呢 同性的性行为 占了超过一半 Sda的另外一个头条 这是他自己的独家报导 他关注 孩童遭性侵或者性骚扰的新闻 Broken Young Life 年轻生命遭破坏 数据就显示 国内每三名18岁以下的女孩当中呢 就有一人曾经被性侵或者被性骚扰 男孩的数字呢 则是每六人当中呢 有一人曾经遭性侵或者性骚扰 这是惊人的发现 那么95%的干案者呢 都是家庭成员 比如说他们的父亲或者是养父 那么70%的成人呢 是不相信当他们的孩子 告诉他们自己被欺负造性侵的事情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98%的孩童投诉的时候呢 这个案件确实是曾经发生 只有2%是造假 就说只有2%的孩童会捏造故事来骗他们的家长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马来西亚其实拥有足够的法律来保障儿童的权益 那么为何这个数据这么高呢 这个就是这一篇报导探讨的原因 另外一份英文报New Sex Time 他的封面则是大大的两人合照 是首相马哈迪 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 他的标题是 Global Strategy 全球战略 大马和韩国呢 将在明年迎接建交60周年 所以现在仍在韩国访问的马哈迪呢 则说 马韩两国关系将会在明年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 另外一个关系的高点 Financial Daily他说 Half unsure about nation future Survey say 民调显示 半数的国人对国家未来方向感到迷惑 不确定 这是一家名为Email Research的智库所进行的民调 号称全国第一份优律指数报告 Worry Index 不看他 看了还真的是很Worry 很焦虑不安 那么人民对大马的钱都感到茫然不晓得 怎么样走下去这个国家 而困扰他们的呢 是四大生活课题 让他们非常的极度焦虑 第一呢就是经济 第二是职业 第三是治安 以及第四 生活费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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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就多聊一份财经周刊Focus Malaysia 他把价点放在塞莫达 全马最富有的马来人 他说 the side motor factor 塞莫达因素 他是全马最有钱的马来人 他的企业王国呢 遍布全马各地 涵盖多个领域 从汽车 油镇 白米白糖 港口金融 发电水物 能源等等 还有很多 不要一口气念完 那么Focus Malaysia 今天就把他的焦点 放在一个领域而已 就是产业 因为塞莫达他在EcoWorld 就是绿圣式的角色 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目前传出UEM Sunrise 可能跟刘己胜掌控的EcoWorld 有关联 可能是会出现一些收购的情况 而塞莫达呢 是这一个事情的关键人物